接下来为您播出法律讲堂文石版 为了迅速稳定银线的局势 代理支县段光青不惜轻车俭从四处奔走安抚百姓 就在他的工作刚有起色的时候 浙江岸查使孙玉燕带着一千多名清兵来到银线 宣称要鼓励解决银线的问题 这些清兵在银线都做了什么 他们的到来能否稳定银线的局势 平息眼前的风波呢 青年学者张成将为您讲述 清末岩凉案第四集 清兵来了 清咸丰年间浙江银线发生撕岩案 由于官府处理不当 致使愤怒的百姓冲击了县衙 放火烧了岩商的房子 浙江巡抚常大纯紧急调兵维持治安 却因为当时的清朝军队已经腐败涣散 而没能调来一兵一组 国家机器失灵 致使官府威信扫地 一至两个月后 银线又因纳粮不均爆发了平粮事件 代理支县段光青临危受命 火速赶往银线稳定局势 正当段光青的工作初见成效之机 浙江岸查使孙玉燕听说了银线的炎粮事件 认为这正是一个建功立业的好机会 可以借此向朝廷邀功换得平步青云 于是他带领一千多名官兵来到银线 宣称要出兵停乱 浙江巡抚在危机关头都没能调来军队的一兵一组 孙玉燕为什么能调来军队 是什么在驱使着这一千多名士兵迅速来到银线呢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上一集我们谈到代理银线之线段光青 开始安抚百姓准备打开善后的局面 但是浙江安查使孙玉燕却态度强硬 坚持要出兵宁波平乱 他带着一千多官兵浩浩荡荡向银线开拔 那么军队方面对平乱的态度如何呢 浙江军队的反应很快 那就是坚决拥护安查使大人的意见 积极要求出兵打仗 在之前的节目当中 我们谈到军队腐化堕落已经打不了仗了 况且之前浙江巡抚在宁波调兵的时候 一兵一足都没有出现 那么为什么现在军队方面主动请英 积极要求战斗呢 发展到咸丰年间啊 清朝军队腐化堕落 军官不是贪图享受 就是在官场上奋承拍马 钻营攀附 没有人真正关心军队 军队开会的时候 都统 副都统等最高长官都借顾不到 其他道场的军官也不务正业 在会场上五湖四海的闲聊 聊各种各样的段子 笑声不断 什么整顿营物 什么军队训练 什么作战参谋 谁都不关心 八旗和绿营军队早已经是养尊处优 不堪一击了 我来举个例子 白连教起义的时候 清朝调拨八旗精锐 精兵中的精兵 装备最优良 待遇最优厚的剑锐营 火器营到前线作战 所谓的八旗精锐 两天仅仅走了七十里地 请注意是华里而不是公里 前线将领得知 朝廷的精锐部队两天才从北京市区走到凉乡 无可奈何的报告 得了 不用麻烦朝廷的精英了 等这些老爷兵走到前线 黄花菜都凉了 而且估计到了前线也是让绿营等非精锐部队笑话 请朝廷把八旗精锐都调回去吧 前线的问题我们自己解决 但是不能打仗是一回事 盼着打仗是另外一回事 清朝晚期 军队腐化堕落 战斗力已经丧失殆尽 但尽管这样 官兵们还是希望能打起仗 因为枪炮一响 黄金万两 这仗不是白打的 是有利可图的 那么这利又是从何来的呢 朝廷的军饷很低 官兵们养家糊口都很困难 但为了赢得胜利 朝廷队出兵打仗很舍得花钱 官兵们只要一开拔 银子就源源不断的飞过来 首先只要部队一出发 朝廷就发放额外的战时行粮 它包括两部分 第一部分是为了让军队能够按时调动 整装出发 朝廷向官兵发放行装费用 比如赏给将领的行装费用 一般相当于两年的愤怒 普通士兵的赏赢从六两到十两不得 相当于三四个月的工资 第二部分是伙食补助 为了解决军队在行军打仗时的吃饭问题 保证官兵们能吃饱 吃好 还有一个朝廷还给官兵们发放交通补助 比如绿营步兵和守兵出征 没有马匹 每四个人连同军装给车一辆 不能行军的地方 改为可以雇四头骡子 如果遇到山路陡峭崎岖 每一百名步兵可以雇佣苦力六十名 还有一个打起战来 朝廷的奖励和抚恤制度非常优厚 清朝奖励军功 官兵作战立功 可以获得从世袭爵位到赏赢不等的奖励 充分在前的八级官兵 第一个人赏赢一百两授予世袭职位 第二个人赏赢八十两给二等公牌 第三个人赏赢六十两给三等公牌 两块二等公牌 可以换取一个世袭职位 两块三等公牌 可以换取一块二等公牌 绿营官兵的军功奖励 远远比不上八十子弟 但也相当丰厚 比如面对强敌 能够奉勇作战的 取得胜利后冲锋在前的第一个士兵 赏赢五十两破格提拔为首倍 第二个人赏赢四十两破格提拔为千总 第三个士兵赏赢三十两破格提拔为八总 如果是功成略地 清朝是占领着城池的重要程度 大家封伤 打仗确实能捞到好处 但有战争必然有伤亡 这些被利益诱惑 急于想打仗的清朝官兵们 难道就没有考虑这个性命攸关的问题 战场上如果自己受伤了怎么办 如果阵亡了又能享受到什么待遇呢 万一受伤了怎么办 受伤了就太好了 受伤情况可以转化为政治待遇 官兵们有没有受过伤 待遇相差很大 清朝 提督 总兵等高级军官 如果是被勒令退休的 没有退休工资 但如果曾经打仗受伤 六十岁以后可以领取退休前全额工资 五十岁以后可以领取退休前的一半工资 而如果曾经打过仗 杀贼作生受伤 即使五十岁被勒令退休 也可以领取全额工资 如果在战场上受伤三处以上 不论什么年纪 因为什么原因退休 都可以领取退休前的全额工资 中低级军官 如果在战场上受过伤 到五十岁以上退休的时候 就可以领取一份固定口粮 至于普通士兵 只要曾经打过仗 就可以在五十岁以上退役的时候领一份固定口粮 如果因为受伤致残的 不论多大年纪都可以领固定口粮 那么万一阵亡了怎么办 阵亡了的确非常不幸 但郑王的抚恤尤其优厚 绿营官兵郑王从将领到普通步兵 可以领到从八百两到五十两不等的抚恤金 即便是鱼丁 也就是预备翼士兵 郑王后都可以领到二十五两 郑王士兵的编制 可以由孩子或者是兄弟顶替 如果家里没有人顶替 家属可以领取伴侨 所以万一不幸郑王了 官兵完全可以给家庭留下一笔丰厚的遗产 虽然打仗必有伤亡 但话又说回 死去银县几乎没有人认为有危险 因为对手是手无寸铁的老百姓 大军所到之处 百姓只能望风而逃 自己只管翻箱倒柜 搜罗金银财宝就可以了 不存在受伤的问题 更别说阵亡了 那么既然知道面对的是手无寸铁的百姓 军队为什么还要去打仗 这样兴师动众的出兵 又有什么正义可言呢 清朝后期的军队啊 军纪涣散 道德败坏 已经完全没有底线可言了 清朝军队的军纪一开始是非常严明的 清朝是马背上获得的天下 本身就是一个军事集团 早在陆关前就有了严酷鲜明的军纪 到了雍正时期 雍正皇帝亲自修订 颁布了四十条军规 之后历代皇帝都重申军纪 要求八旗子弟和绿营官兵 做到纪律严明 对百姓秋毫无反 但规定是一回事 实际是另外一回事 官兵纪律败坏骚扰百姓 冒领军功的情况非常严重 出征的时候 军队沿途是吃拿卡药 破坏城镇和乡村 打仗的时候 官兵们畏缩不前 败不相救 胜了就羡慕嫉妒恨 主要是恨 造谣中商打小报告 一打仗 将领军官们都盼得立功升官 扬名立万 当兵的 想的 抢银子 抢粮食 抢女人 为自己谋取更好的待遇 无论是当官的 还是当兵的 脑海子里都没有保家卫国和老百姓的概念 一边是急着邀功升官的官员 一边是把打仗当作致富良机的军队 双方一拍即合 都坚持出兵东乡 心脚乱民 于是一支大部队打着平乱的旗号 浩浩荡荡的开进了迎戒 那么接下来孙玉燕将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他将如何对付银县 那些参与炎粮事件的民众呢 青年学者张成将继续为您讲述 清末炎粮案第四集 清兵来了 清闲丰年间 浙江银县因纳粮不均 禁止贩卖四盐 诱发巨重抗议 暗查使孙玉燕高调出兵 如何使事态恶化升级 代理支县段光清低调务实 又怎样成功化解危机 两位官员 一个救火 一个添乱 一起研凉案 考验出围观者怎样的能力与素养 青年学者张成将为您拨开层层历史迷雾 深度解读 清末炎粮案 一心立功的孙玉燕带着同样有着邀功想法的官员们 汇合军队很快就来到了银县 驻扎在城门外 他们不是抓紧时间勘察地形 搜集情况 还是向银县要钱要粮要好酒好菜 段光清意见很大 当面对孙玉燕说 我刚从江山县调过来代理支县 银县连衙门都被烧毁了 你让我去哪儿找军需供应去 在平时我们这些支县 怕得罪了上面的各位大人 怕好不容易到手的职位被撤了 不敢多个步子 今天我还盼着早点把我的代理支县给撤了 军队要吃饭 我只能供应粗茶淡饭 除此之外一无所有 这话把孙玉燕和随行的官员们说的是目瞪口呆 其实以段光清为首的宁波地方官员 是反对大军前来的 因为不论打仗的结果如何 地方官员们都无力可图 显而易见的原因有两个 第一是军队来了以后 对当地官员以止气使 要钱要粮剥削当地官府 第二是军队打仗都会对当地的经济和社会稳定 造成极大的破坏 甚至杀戮本地百姓造成社会退化 这是当地官员不愿意看到 还有一个制度性的原因 也让地方官员横反对调动军队处理地方事务 我们知道战争的成本极大 嘉庆年间 湖南省为了镇压湘西苗族起义 报销军费1090万两 广东省镇压沿海起义 报销军费300万两 道光初年两次用兵西北 报销军费1830多万两 军队本身没有钱 军费就需要地方官府承担 而清朝的财政制度 僵化固定 缺乏活动空间 每一年的财政概况 每一笔收支都预先计划的清清楚楚 没有给突发军事行动准备金钱 中央财政如此 地方财政也如此 没有余钱 地方财政更大的问题是被上级管得死死的 财政收支大权由中央专制 地方本来就没钱 能够勉强维持各方面的开支 就已经谢天谢地了 现在突然多出来至少几十万两 多达几百万两的开支 你让地方官到哪去筹权 即便筹集到了巨款 使用后在理论上可以向朝廷报销 但报销的过程极其繁琐 周期极长 常常不能足额报销 最常见的情况是 地方上多用兵一次 就多承担一个财政窟窿 几十年都不一定能补上 所以地方官轻易不会赞成 在当地用兵 当然了宁少泰到台罗雍是支持安查使孙医院用兵的 极个别宁波当地官员 因为他在贫良事件中被老百姓羞辱了一顿 一心要报复回来 军队的动作很迅速 很快就到乡下去抓人 到了南乡 周祥谦早跑了 官兵又转到东乡 想抓拿张朝青 张朝青也躲起来了 官兵们就抓了与张朝青有关系 或者参加过评粮 或者私盐贩卖的老百姓 十三人 当然了官兵们也没有忘记 此行的主要目的 抢劫 他们沿途抢劫百姓家的财产 有的人家屋里有刚生育的产妇 产妇的衣备都被官兵给抢走了 同时官兵还放火烧了 姓张的几户百姓的房子 东乡的老百姓们愤怒了 大家名罗集会 抄起家伙就要跟官兵批命 官兵一看形势不好 压的人犯赶紧跑回了县城 孙玉燕叫知府毕成钊 去审讯抓来的人 毕成钊又把这件事 推给了段光青 他对段光青说 这些人都是你们迎宪人 你去审他们 段光青回答 如果大人不让我做支线了 我马上去审问 现在既要我做银线支线 又要我去审问他们 官民对立 将来我还怎么开展工作 就在两个人相互推误的时候 孙玉燕派人来叫段光青 参加军事会议 原来孙玉燕召集大家商量 第二天进军东乡 攻击张朝青老家 石山弄的事情 段光青的任务是 连夜准备一百条运兵船 段光青说 卑职出道任 现在百姓惶恐不安 一时间恐怕背不起一百条船 孙玉燕不高兴了 说 你是本地父母官 有什么做不到的 这是军务 段光青说 军务有军法 征集来的船只的水手 都是本地人 用本地人运兵去打本地人 恐怕不太可能 我看还是不要用兵的好 孙玉燕断然拒绝了段光青的意见 强硬地要求他完成任务 在军事会议上 孙玉燕和一大帮 省力来的官员 开始详细的计划 计划好什么时间出兵 谁负责守船 谁负责报告胜利的捷报 连论功行赏都考虑到了 就是没有想到当地的地形 老百姓的数量 更没有想到万一作战不利的时候 怎么撤退等等 多年以后 段光青在自己的年谱当中 回忆当天的军事会议 是这么评价孙玉燕的 以修转开放 即放涅丝 指之说官话 意思是说孙玉燕是空降地方的安查使 只会说官话 不会办石神 第二天凌晨 天还没有亮 段光青就赶到了东门外的大码头 照料军队出兵 船只凑了十几条 官兵们登船的时候 东到西歪嘟嘟囔囔 有的说船只太破了 有的说银县的供应太不周了 湖州副将张慧是出征的最高将领 原计划是坐船去东乡 一上船 张慧就大叫 这船太小了 坐得不舒服 于是上岸 换马走陆路 上马后 张慧又说不认识路 要求段光青派人当领路 段光青只好派了县衙的一个厅差 跟着去 官兵的作战计划是 水路并进 大部分士兵走陆路 官员和武器装备走水路 枪支 弹药以及军薰物品 都装上船先行 安查使 孙玉燕 盐运使 庆联和随行的官吏 坐在最后几条船上 等孙玉燕等人上船坐好 船队发令开拔 岸上的官兵在副将张慧 参加薛允成带领下 踩着石板路就向东而进 大多数官兵没有携带武器 都放在船上去了 他们预备的到了战场以后 再从船上取武器 段光青看着大部队 缓缓地向东开拔后 返回县衙去 孙玉燕对银县出兵的行为 段光青内心是完全不赞成的 但作为一名基层官员 他也无可奈何 只是心里一直在 如果此去还像上次一样 那东乡的老百姓 又会遭受一场劫难 官府和老百姓的矛盾 将愈加距离 事情会愈加难以解决 如果军队出了意外 那问题将更加难以收拾 那么这支全副武装 志在必得的清军 在东乡会遇到什么情况 这场看上去实力悬殊的较量 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 青年学者张成将继续为您讲述 清末炎梁案第四集 清兵来了 早饭后 段光青看到大街上的店铺 纷纷关门 忙问 怎么回事啊 老百姓说 大事不好了 官军在东乡 全军覆没了 东乡人要杀进县城里来了 段光青赶紧往道台衙门跑 发现知府碧城昭也在 道台 知府 知县 三个人都知道了前方的噩耗 大家沉默地说不出一个词来 不久 安查使孙玉燕和盐运使清莲 灰头土脸地跑了回来 段光青心里好受了一些 毕竟两位大人还活着 知府碧城昭 小声问孙玉燕 大人 老百姓都在谣传 官军败了 孙玉燕说 这是真的 毕章昭又说 听说薛参将被老百姓活捉了 不知道张富将是死是活 得先派人去救出张富将来 统兵大将要死了 这就成了通天大案 不可收拾了 说完 毕章昭看着段光青说 非断二哥去不可 段光青在家里排行老二 知府大人 尊称 只是代理之宪的他是二哥 看来真的是放下身段 把希望都寄托在段光青的身上了 果然安查时 岩韵时 倒台的眼光也齐刷刷地投向了段光青 段光青说 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但能不能成功 我完全不知道 形势恶化到了这种地步 段光青能不能去收拾残局呢 官兵又是怎么全军覆没的呢 欢迎收看下一集的法律讲堂 谢谢大家 再见 浙江安查时 孙玉燕带领一千多名官兵 浩浩荡荡荡 开往银县东乡平乱 却被老百姓打得几乎全军覆没 事情发生后 平乱的官员都跑了 剩下一个烂摊子 丢给了代理支县段光青 段光青又将怎么来收拾这个烂摊子呢 明天将为您讲述 清末延梁案第五集 收拾残局 容转发生了 中文字幕 确订阅 怎么办 那么 刀